读两节的圣经在四篇九诗篇第十六到十七节 我们只有两节生一同来念 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 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 愿你坚立我们守所做的功 我们守所做的功 愿你坚立 我们就读到这里 这两个礼拜好像我们一直都在过节 又是庆祝新年 又是庆祝情人节 我相信我们跟家人在一起 一定有很多欢乐的时光 在这一切欢乐时光当中 我不知道你是否记得 刚过去的二月八号 也是去年Asbury大学复兴一周年的纪念 在去年二月八号的那一天 当学生们在每一周的灵修的聚会结束之后 有一小群的学生 因为渴慕神的同在 就不愿意离开会场 他们想继续地敬拜 继续在神的荣耀当中 他们不想离开会场 所以他们就继续敬拜下去 结果越来越多学生就聚集跟他们在一起 他们不停止地祷告 敬拜 结果忽然间神荣耀的同在彰显出来 整个敬拜就一直持续了两个礼拜之久 许多人从世界各地都涌入这个大学 就想经历那一份神的荣耀的同在 这个Asbury大学的复兴 虽然围棋很短只有两个礼拜 但却是对今天的我们来讲 是非常有意义的 特别是当我们看见现今的美国 无论是在政治 经济 社会秩序 属灵光景上 都是急速地往下坡路走 很多人急速地感觉很灰心 不知道怎么为美国来祷告 而这个复兴的确带给我们一个 新的动力跟盼望 因为知道神没有忘记我们 神的手仍然继续在工作 Amen 事实上越是在危机的时代 我感觉越是到神的百姓 应当为主兴起的一个时刻 越是在黑暗的时刻 越是神的手要降下复兴 带来翻转大能的时刻 Amen 我还记得在去年 Asbury复兴开始之后 我常常讲一句话 我说 神既然在美国 点燃了这个复兴的火 神怎么能够不让这个火继续燃烧呢 Amen 神既然在美国点燃了复兴的火 神怎么能够不让这个火继续燃烧 所以今天教会真的需要持续不断地 我们来为复兴来祷告 因为唯有神的复兴 能够来翻转我们的生命 能够扭转我们的家庭 甚至扭转我们的社会跟国家的 Amen 那你说怎么样来为复兴祷告呢 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 摩西教导我们 从四方面来为复兴来祷告 第一个求神复兴祂的作为 跟你们说求神复兴祂的作为 在第十六节这里 看见摩西的祷告说 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 很有意思 摩西特别提到是神的作为 我就感到在今天这个世代 他们不但是需要知道神的真理 今天这个世代 更需要看见神的作为来 Martin Lloyd-Jones 在他所写的那本书 《复兴的真意》里面 他特别提到 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呼求复兴 两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为了使神的百姓 能够认识到我们有位非凡的神 第二个原因 就是让世人都知道 我们的神大有能力 换句话说 为什么要寻求复兴 就是要使不但是神的教会 神的百姓 也是要让世人 都能够看见神的作为来 那你说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世代 可能看见神的作为吗 当然是有可能的 事实上从整本圣经当中 我们可以看见 神何等乐意降下复兴 在祂的百姓当中 在旧约时代 我们可以当以色列人 在埃及的奴隶当中 不得自由 神就借着摩西 以大能的作为 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 能够拯救出来 在约苏雅记 当以色列人面对约旦河的时候 神再一次复兴他的作为 打开约旦河 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 进入应许之地 得地为业 在诗诗纪的时候 虽然以色列人 一次一次地悖逆 就像今天的世代一样 不是吗 但每当属神的百姓 一次次向神呼求的时候 神就兴起诗诗 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 在猎王纪的时代 我们看见神使用 先知以利亚 以利沙 借着他们所行的神迹 复兴神的作为来 一直到新约时代 我们看见 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 那不就是最伟大的神迹吗 本来我们人是活在 罪恶过犯中 死在过犯当中 但耶稣为爱我们的缘故 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我们的罪被钉死 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证明了 耶稣基督果然是 全能神的儿子 Amen 到了五旬节 那更是另外一个伟大的神迹 神降下复兴的圣灵 在祂的百姓当中 圣灵说圣灵如风吹来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而且收方言 当时人看见神的作为 就惊奇 神再次用大能的作为 印证了教会的开始 但弟兄姐妹 神的复兴没有停止 在圣经里面而已 虽然有些人以为是如此 很多人说 复兴已经停止了 当他们看见 特别看见 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 教会被逼迫 四散到各地 很多人说 五旬的复兴已经失败了 但真的是失败了吗 其实神的作为 像波浪一样 一波又一波的要涌来 就发现神的作为 一波一波比一波更深远 一波一波比一波更宽广 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 我们看见神在不同的时代 继续借祂的仆人 降下复兴在祂的百姓当中 从圣奥古斯丁 到马丁路德 到约翰卫斯里 神一次一次以大能 显明祂复兴的作为 到了二十世纪 我们在南加州 苏嫂大复兴 在阿根廷也有大复兴 我们看见神复兴的心意 从来没有停止过 神复兴的浪潮 也是一股无法阻挡的水流 继续不断向前涌流的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今天你问我 神今天仍然有降下复兴 在我们中间吗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改变 无论我们中间的环境 有多么黑暗 神今天仍然能够降下复兴 在我们中间 去年 阿斯伯尔大学的复兴 就是最好的例证 事实上 使得像第二章 十七节怎么说呢 这里神说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凡有血气的 你们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少人要见异象 老人要做异梦 再来说 在末后的日子 请问什么是末后的日子 就是现在 不是吗 你还记得在疫情期间 多少人说末日到了吗 这就是末后的日子 今天我们就处在 末后的时代 就是现在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凡有血气 请问谁是凡有血气的 就是我们 就是你我 或者说神在这里 很清楚告诉我们说 在现今的时代 这个末后的时代 神乐意将他的灵 浇灌在我们中间 但问题是 但问题是 我们是否渴望 看见神复兴的作为来呢 今天我看见很多弟兄姐妹 对神的复兴的作为 常常存一个观望的态度 哎呦也好 没有也没关系 我们日子照过 难怪我们 很难能够经历到 神的复兴 你要知道 如果今天你的心啊 只是在寻求观望 而是这种观望的态度 你在寻求观望 那你所得到 也只不过是观望而已嘛 那我听说 今天我们一定要 心存可目 来到神的面前 真的像 埃斯普里大学那些学生 重新把一个新的可目 赐给我们 我们渴望 能够看见 神复兴的作为 降临在我们中间 Amen 从你可目的心 向神需求 说主啊 约你的作为 向你的仆人显现 好叫世人看见 就敬畏你啊 Amen 第二 要求神复兴 我们的下一代 跟你们要求神复兴 我们的下一代 今天我们不但 为我们自己来祈求 也为我们下一代来祈求 弟兄姐妹 今天你为你的儿女 求些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们呢 做父母的常常是 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 来要求我们的儿女 难怪多时候 家庭充满各样的冲突 我们也常常按照 我们的心意 来为他们祷告 希望神能够 按照我们的心意 能够成全在他们身上 但你有没有 为你的儿女祷告 说主啊 愿你的荣耀 向他们显明呢 我们需要为我们的下一代 求神的荣耀显明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神的荣耀显明 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才能够吸引他们 来跟随神 能够吸引他们 能够跟随神 而不跟随这个世界 否则的话 这个世界充满了多少 吸引人的事物 他怎么可能来跟随神呢 否则的话 在生活当中 充满多少人际关系的冲突 你逃都来不及 怎么会重新尾身 要建立一个 与神亲密的关系呢 除非神的荣耀 向他们显现 他们怎么可能 回转到神的面前来 就好像保罗一样 当保罗走在 大马社路上的时候 他其实本来是一个 一个律法师 为律法大发热心的 法利塞人 他本来以为 他走在一个 自以为对的道路上 他也觉得说是对的 他也觉得 他走在一个 自以为成功的道路上 我请问你 当一个人 走在自己认为 对的道路 自以为走在 成功的道路上 他怎么可能 回转归向神 这不可能的事情 若不是神的怜悯 灵道在他身上 神荣耀的大光光照他 他的生命 就不可能被改变 同样弟兄姐妹 今天无论你的 儿女的光景是如何 无论你是多为他担心 或者你多么以他为荣啊 我告诉他都不重要 你需要为他求一件事 主要求你的荣耀 向他显明啊 因为一旦他看见 神的荣耀 他们就会从生命 各个角落回转来跟随神的 就好像保罗一样 正在往大马色的路上 他在做他想做的事情 他觉得自以为成功的事情 忽然间大光光照他 他扑倒在地 他回转到神面 神啊你是谁啊 主啊 你是我要认识你啊 在荣耀的大光面前 他开始认识到神的真实 他说主啊 我当做什么 就好像在旧业的雅各 也是这样 当他有诡计 骗取他父亲 给他哥哥的祝福之后 他哥哥以扫 就要追杀他 他一路逃啊 要逃到旧父拉班那里 当他逃到伯特利 他就在伯特利那里 遇见了神 伯特利是什么地方 伯特利是他祖父亚伯拉罕 在那里为神建立祷告祭坛的地方 我告诉你当时的雅各 正在走在他自己的道路上 他为自在打拼的道路上 他怎么可能来回转归向神 他根本连渴慕的心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但却是因为神纪念 他祖父亚伯拉罕的祷告 就在伯特利 神向雅各显现 从此雅各的生命就改变了 弟兄让我告诉你 今天神仍然要在我们 儿女生命当中来工作的 神仍然要重新点燃 他们心中的热火 重新把属灵的梦想 放在他们的心里 Amen 让我再次说 一旦他们看见神的荣耀 他们就要从生命各个角落 回转来归向神 哈利路亚 格里汉牧师是我们非常敬佩 在美国被神所重用一个牧者 当然他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 但他的生命的确仍然是 我们一个最好的活出来 最好的榜样 他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都为他的家人祷告 求神复兴他的家人 他儿子Frank Grant 是从小就非常悖逆的一个年轻人 连他自己都说 他不知道为他的父亲带来多少的困扰 你想想看 一个这么被尊敬的一个牧者 他的孩子却这么悖逆 而且不只是青少年的悖逆 那就算了 一直到中年 悖逆到中年 那真是悖逆 还不回转 可是神却记念 他的父亲格里汉牧师 每天早上 为他家人的祷告 有一天 就是有一天 神忽然打开Frank Grant的眼睛 看见了神的荣耀 他就决定离开他自己的道路 回转归向神 如今他成为一个全时间 侍奉神的传道人 成为美国基督教 非常出名的领袖人物 创办了好撒玛利亚人 国险性的事工 救济全世界的贫穷的孩子 所以弟兄姐妹 你一点 不需要为现今的世代的黑暗担心 你要知道你的神人坐在宝座上 他仍然能够突破 一切黑暗全世的权势 能够在我们孩子的心中 来工作的 Amen 我再说 今天无论 你的孩子是多么叫你担心 或者无论你的孩子 现在多么 你觉得以他为荣 都不重要 都不重要 你要求 主啊愿的荣耀 向他显明 只有主的荣耀吸引他们 他们才会不跟随世界 单单跟随神的 Amen 第三 求神复兴我们的生命 跟随便说 要求神复兴我们的生命 在十七节在这里 我们看见 摩西说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 归于我们身上 换句话说 要求主来复兴我们 来更新我们 好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彰显出主的荣美来 为什么要更新呢 因为如果我们生命不被更新 我们的里面就充满了旧有的东西 充满了老我的生命 旧有的生活习惯 文化带来的包袱跟传统 过去生命当中的失败与失望 甚至多少的创伤 累积在我们里面 你活的日子 活得越长久 里面越多这种旧有的东西 能够残累在那里 以至于主的生命在你里面 很难涌流 因为太多旧有的东西 卡在那个地方 让主的生命根本动弹不得 无法涌流 这就好像在你家里的衣柜一样 你回去看看你家里的衣柜 三十年前的衣服还挂在那里 多少的回忆在其中 一衣不舍 回去看看你家的garage也一样 多少的junk堆积如山 就是舍不得丢 多少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不也是这样 多少旧有的东西 多少的回忆 多少的创伤 我们就紧紧地抓住 不放啊 也不肯饶恕 不肯让它过去 也不容许主的手来工作 不容许主的生命来涌流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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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你要放下 因为说要let go let God 不要再容许旧有的事物 来挟制你的生命了 你要放手 让上帝来工作 让神的灵来运行吧 不要再被这些事情所挟制 Amen 作为基督徒 你需要明白一件事情 主的生命在你里面 是大有能力的 主的生命有得胜的能力 主的生命在你里面 是一样活滚滚江河的能力 主的生命在你里面 带着十字架的能力 能够断开一些罪恶的锁链 今天如果你在罪恶的锁链当中 多少时候你心中挣扎 好像走不出去 我告诉你要知道 在里面主的生命 是带着全病的 你要放下这一切 你要回转归向上顺从神 神的能力能够断开在你生命上 一切罪恶的锁链 释放你的自由 主的生命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生命 他也能够在你的里面 带来一种翻转的大能 无论你觉得多么不可能 在人来想复活一些不可能的事情 但再生永远没有难成的事情 主的生命在里面 带着五旬节的能力 让你侍奉带着果效 侍奉带着能力跟全病 让你生活有能力 Amen 那你说为什么今天我感觉不到这种能力呢 我常说 这就好像你到水坝去参观一样 你到水坝去看 其实水坝里的水是非常有能力 是有发电的能力在那里 可是你去水坝去看的时候 好像很平静那个水 看不出什么能力在其中 我请问那个水坝的水的能力 是什么时候被释放出来 必须是那个水闸的门被打开的时候 那个水这个冲下来的时候 那种带着多大的能量被释放出来 同样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如此 我们必须打开我们生命的水闸门 我们才能够经历神的能力 什么是我们生命中的水闸门 我告诉你 就是我们对神的顺服 什么是我们选择来顺服神 其实是这种选择 当你在最后的捆绑当中的时候 当你在这种创伤的里面的时候 当你在环境所困扰 其实那个里面那个选择 就是一种顺服 就是一种里面一个选择 当你选择顺服神 除了愿意除去生命的拦阻 愿意放下你生命当中旧有的事物 你愿意说 我不再让旧事来瑕疵 忽然间那个水闸门就被打开 神的能力就能够涌流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们 第二点今天主的生命在你里面 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呢 主的生命在里面 是像死水一滩动弹不得呢 还是像滚滚江河一样 如果今天主的生命在里面像死水一滩 你从来不感觉到任何事 我告诉你 你今天真的需要向神护求 主啊来复兴我的生命吧 来复兴我的生命吧 我需要你啊 我需要再一次经历你的真实啊 求你来更新我 来复兴我 Amen 第四 要求神复兴我们的侍奉 跟着要求神复兴我们的侍奉 第十七节摩西在这里说 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 我们手所做的功 愿你来建立 这里所说的功啊 不是指的一般的工作 而是指的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 换句话说 就是神所托付给我们手中的侍奉 今天我们需要求神来复兴我们手中的侍奉 为什么 因为太多时候我们侍奉久了 我们常常就疲倦了 我们侍奉久了 常常失去了爱主的心 不但失去爱主的心 有时候连爱人的心都失去了 不是吗 多好说我们侍奉久了 觉得侍奉就是侍奉嘛 侍奉这种责任嘛 这种该做的事情 很多我们侍奉久了 侍奉变这种形式 侍奉这种例行公式 好像我们失去那种创新的能力 我们也失去了那种火热的灵 弟兄姐今天你在侍奉当中 这个光景是不是也是这样 在你的手中的工作 在你的牧区 在你的小组 是不是感觉到停滞不前呢 我们真的需要向神来呼求 说主啊 求你来复兴我们的侍奉 弟兄姐你可知道 今天主可以再一次 坚立你手中的侍奉吗 因为是神 把这个侍奉托付给你的 你不要以为 是牧师assign给你的 你不要以为是 这个工作没人做只好我做 我告诉你 今天无论你在怎么样一个侍奉的纲位上 无论你在牧养 在装备 祷告 行政 儿童或主日事工 每一件大大小小的 无论你在怎么样的纲位 你要知道 其实神所托付你的 不是任何其他的人 今天你能够站在这样一个纲位服事 我告诉你 是神将这个侍奉托付给你的 你是蒙神的呼召 站在你今天 无论多大多小的侍奉岗位上 Amen 这是神所托付你的侍奉 是他托付给你的 他知道你的侍奉 他知道你的困境 他知道你为这个侍奉所付出的代价 也许别人不知道 但神他知道 他也知道 你在这侍奉当中所遇见各样的难处 他都知道 所以只有他 能够再一次 更新你手中的侍奉 只有他 能够再一次复兴你手中的工作 Amen 在英国大复兴的时候 有位牧师叫做George Whitefield 他自己做见证 多少次在他服事的过程当中 他都经历一个奇妙的事情 那些主忽然降临在他的侍奉当中 甚至当他在极其疲惫 软弱无力的时候 他经历到神忽然介入在他的侍奉 带给他突破的恩典 每一次我读到他的见证 我都很感动 弟兄姐 你可知道我们的神 是因为能够忽然介入到你生命中的神吗 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 这里说 万军之夜话说 我要猜浅我的死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念 好不好 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 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再次当我们渴慕来仰望我们的诅咒 并且向他呼求的时候 他就忽然进入到他的殿 进入到我们的侍奉当中 弟兄姐姐今天你可以想象 主忽然进入到你的侍奉当中吗 你能够想象吗 多少时候当我在侍奉多 我心中真的在神面前 常常做这样的呼求 主我渴望你 忽然介入 每一次当我在疲倦 枯干的时候 我就向神做这个祷告 主啊 我渴望你 忽然介入 不是我能够做什么 这是属于你的工作 愿你坚立你手中的工作 愿我手中的工作被你坚立 Amen 求主来复兴我们的侍奉 弟兄姐姐今天你的心里 渴望神的复兴降临 光是渴望是不够的 我们更是要迫切地来祷告 只有借着祷告 才能释放出神的能力来 让我再次说 神既然在美国 点燃祂的复兴的火 神怎么能够 不让这个火继续燃烧 神怎么能够 不让这个火继续燃烧 求主帮助我们 抓住这个属灵的季节 这是个属灵的季节 抓住这个季节 让我们向神来呼求 主要求你复兴你的作为 复兴我们的儿女 复兴我们的生命 复兴我们的侍奉 Amen 我们一起祷告 现在我们真的来到你面前 求你来复兴我们 因为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复兴 今天我们就来到你面前 向你来呼求主 求你施恩怜悯 看见你百姓 在你面前的软弱 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向你来祈求 我们需要你 需要你复兴降临 把那深深的渴慕 放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不但渴慕你的复兴 呼求复兴 呼求你的复兴 因为知道你是那垂听我们祷告 并且应允我们祷告的神 我们谢谢你 今天咱们就在你面前 向你来呼求 也渴望 在这末后的世代 就是现在 你亲眼看见 你复兴的作为 在我们中间 感谢祷告 奉耶稣得圣的名祈求 阿们 一同起立 我们上次回应诗歌 哈利路亚 我们同心合意 风靡靡靡靡 谦卑 祷告 寻求你的面 专利我们恶心 坚定我们信心 签上一声 紧紧跟随 信起我们成为 祷告的大局 在祭坛前 据所不求 你闭成眼看 自己闭成�п标 不是内 rewards 这个人 酷不辩柔 病员 看见祢的荣耀 复兴我灵 依止这地 自下祢能力 全忍的神 降下祢怜悯 让万国万民 都归于祢 我们同心合意 奉祢名聚集 谦卑 祷告 寻求祢的面 专利我们恶心 坚定我们信心 献上一声 紧紧跟随 心请我们成为 祷告的大局 在祭祷前 举手呼求 你闭正眼看 此耳听 我们献上的一道歌 祝我灵 依止这地 祝祝祢按赐 按赛我们 光照这世代 让我们看见祢的荣耀 福西莫名 一致彻底 撕下祢能力 全然奔生 将下祢怜悯 让万国万民都会与祢 是的 主啊 除去我们的罪念 除去我们罪念 赦免我们冷漠 恳求复兴我们 复兴宗教会 回应祢的舞蹈 站在破口之中 为这时代呼求 同心呼求 终于我们罪念 赦免我们冷漠 恳求复兴我们 复兴宗教会 回应祢的舞蹈 站在破口之中 为这时代呼求 同心呼求 福西莫名 一致彻底 虚外言 赦兴宗教会 赦免我们 光照着时代 让我们看见祢的荣耀 复兴我们 依止这地 赐下祢能力 全能得胜 降下祢怜悯 让万活万民都会 好不好 同志开会来 向主来呼求来祷告 求神来复兴我们 我们需要我们的神 需要神的复兴降灵在我们中间 同志开会来 大声来呼求祷告 求神来复兴我们的儿女 来复兴我们的下一代 复兴我们手中的侍奉 复兴神的教会 同志开会来向主来呼求 我们需要祢 主啊 求祢来怜悯我们 主啊 离了祢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向主来呼求 把祢自己带到神的面前 放下一切的软弱 让选择来顺服神 回转来跪向 今天早上让我们回转 回转到神的面前来 同志开会来仰望祂 我们渴望 渴望神忽然降临在我们中间 我们何人需要祢 主啊 何人需要祢 需要祢 需要祢来更新我们 来复兴我们 哈利路亚 我们赞美祢 是的 主啊 求祢来复兴 降临在我们中间 哈利路亚 我们赞美祢 谢谢我们的主 我们欢迎祢 欢迎祢 欢迎祢圣灵降临 哈利路亚 复兴我灵 复兴我灵 哈利路亚 是的 主啊 显出祢的恩赐 显出祢的恩赐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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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祢 让我们看见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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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赐下祢能力 天然的神 降下祢能力 让万国万民能为祢 再次来呼叫 复兴我灵 主啊 哈利路亚 复兴我灵 以致着祢 神祝祢能力 奔赖我们 奔赖着世道 祝我们看见祢的荣耀 神祝祢能力 伏兴我灵 依赐着祢 赐下祢能力 全然的神 降下祢怜悯 让万国万民都归于祢 要求你复兴永远从我们自己开始 从这里 求神真的把一个渴慕的灵给我们 有时候我们的信仰我们在教会里久了 好像信仰变成一个例行公司 每一个人来一下 小组来一下 从这里 渴慕 我最近常做一个祷告主啊 求你真的就是把 像埃斯伯尔大学那些学生的渴慕 重新放在我们的里面 渴慕神的同在 渴慕神的荣耀降临 求神把那深深的渴慕放在我们心中 今天无论你在生命怎么样的光景 让我们永远 让我们永远选择回转到神的面前 永远 永远不要教你的心冷淡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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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如今 这些年我已经看见神的手在工作 但如果心不满足足啊 可目更多有你的 因为只有主的复兴能够带来答案嘛 不是吧 只有主的复兴能够带来扭转的能力 我找很多的家长在这里 常常为你们儿女担心 我告诉你不用担心 你却要祷告 不要灰心 不要灰心 持续不断的祷告 你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 我最近常常想到 神怎么纪念亚伯拉罕的祷告 雅各这么卑逆的孩子 都回转成为神受众的亲 你我怎能够灰心的 持续不断的祷告 祷告是神所给我们最重要的权柄 抓住神的应识 持续不断的祷告 神必垂听应用的祷告 Amen Hallelujah 不要容许你的心冷淡 这么多年我always讲这句话 不要容许你 我到现代都没有冷淡下来 我告诉你 你怎么可以冷淡 不能够冷淡 无论环境是如何 向神爱护求主啊 来复兴我们 复兴这下一代 复兴的教会 复兴我们手中的释放主啊 让我们成为你手中的器皿 亲眼能够看见 你荣耀复兴的作为来 Amen Hallelujah 如果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些 目到的朋友 还没有接受 也做你个人的救主 线上的朋友也是一样 今天最好的时机 你的生命需要被复兴啊 你的生命需要被神扭转啊 只有神能够扭转你的生命啊 进入他荣耀的恩典当中 如果今天你愿意接受 也做你个人生命的救主 你可以跟我一起祷告 我祷告一句 请你跟我祷告一句好吗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感谢你 因为是那位复兴的救主 我今天愿意悔改归向你 承认我的罪 接受你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我愿一生跟随你 一生侍奉你 感谢祷告 奉耶稣得胜的名 Amen 恭喜你做刚才的祷告 你是神的儿女了 在县长利用你们 如果做刚才的祷告 请你再散会 在我们跟外面服务台 丢你来说一说 我刚才接受一种 个人的救主了 线上的朋友也是一样 接受耶稣的个人 请你填一下决志单 在线上的决志单 我们同工很快 会跟你保持联络 让你在神的真理上 继续成长 今天晚上 我们有起床福音聚会 晚上七点半 在线上举行 欢迎你能够参加 更多认识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领受神的祝福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再次感谢你 再次我求你 把深深的渴慕 放在我们每一位 弟兄姐妹的心中 无论我们的环境是如何 无论我们觉得 是多么不可能 在你永远没有难成的事情 主让我们再次 持续不断的祷告来仰望你 祈求你来复兴我们的生命 复兴我们的家庭 做复兴我们的教会 主要再次求你的圣灵 亲自运行来工作 打开我们的眼睛 主要让我看见 你荣耀的作为 提升我们的信心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不断来跟随你自己 先上我们的感谢 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 现在代表主耶稣 就是恩惠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与众人同在 从今至到永永远远 Amen 将人要归给我们的神 因为上帝祝福你们 Amen 感谢